大家好 歡迎收看今集的收收買賣 懷疆物品除了有保值空間和升值潛力 亦有不少收藏家喜歡探索背後的意義和歷史價值 今集的收收買賣邀請來一位傳媒人 收藏了很多影視方面的懷疆物品 馬上去談談吧 Hello Tiger 你好 Tiger 我知道你除了是導演 攝影師之外 你還有很多收藏物品 而你收藏物品都是圍著媒體 可否和我們分享多些 我主要是收藏關於錄影帶 黑狗碟 不同年代記錄影像或聲音片段的媒體 是否因為自己本身做導演 攝影相關的工作 所以令你喜歡收藏媒體相關的收藏品 這個絕對有影響 拍攝完之後很開心 因為有很多道具都不用 小時候窮 有衣著有鞋子 到大了一點 自己都有機會拍不同的電影或廣告 有些特別的主題 譬如懷舊那些 發覺原來找一些很漂亮很精緻的道具很難 所以慢慢就開始想收藏去做一個自己的工作用 以及都記錄了香港故事的一個媒體 可以將自己的工作和興趣混在一起 真是非常之開心的一個事情 以及你又可以預工作於娛樂 因為一邊工作一邊去收藏自己喜歡的物品 今天你也帶了很多珍藏跟我們分享 會否可以分享多些呢 我自己這麼多珍藏最喜歡的就是錄影帶 因為錄影帶在小時候也陪伴了我一個很重要的階段 以前不是全日的 中間午餐時我會吃著燒米飯看錄影帶 其中這個也看了很多次 還未爛 這個就是老夫子的水斧傳 如果大家小時候就經常看漫畫書 但是這些主題的卡通 是現在你常去網上都找不到 變成了這個就是由小時候帶陪伴我們的回憶 有機會可以保持著看 都很開心 錄影帶的收藏都要配合錄影機 沒錯 錄影機不難的都容易找到 但是另外最難就是因為錄影帶香港很潮濕 很容易煩霧 所以我們要保存得很好 而且它太久會斷 我們都可以懂得去換 斷在換裏面的零件 但它太小和不如你換 壞了就很麻煩 如果這樣的話 保養方面都很重要 我跟不同的收藏家聊天的時候 都說到防潮很重要 或者要防水 對錄影帶來說 在保養方面有甚麼要注意呢 錄影帶真的是防潮 而且這也是手掌的肉手會有肉力 你播得多 有機會是脫磁粉 有機會是 我們經常叫飛針 畫面越來越差 有些人會轉了一個Digital format 就是電腦版 跟著只是看電腦版 這個只是擺放而已 但是看錄影帶 有些人 怪一點 跟聽黑膠片一樣 都有它的感覺 我覺得就像你們之前的訪問嘉賓一樣 究竟拿出來看 只用來保養 都可以自己去決定 我自己就喜歡保養多些 如果真的看得多了 很喜歡那套電影或卡通 看得多有損耗的時候 有沒有方法修補呢 有兩個情況 選號 第一是斷 斷斷的時候 如果沒有扭成一塊 就可以用膠紙貼著部位 繼續用 當然把部位放到跳一跳 這樣就可以了 如果發霧的話 要強行扭開它 或者清理 再換另一個盒 都是複雜的 所交給專人全力 除了你剛才跟我們分享的老夫子之外 其他的呢 有些都是小時候的卡通片 《高飛翔耳狗》 這也是經典的 有些周星馳的《仙李奇緣》 《西游記》 我想這些是大家在戲院看過 這些我們不會再播 因為是一個回憶 也不要計算差賣 因為其實都說到 我希望收藏的除了錢之外 也是一個 你拿起它就已經有很多共同話題 大家已經坐在這裡一個小時 可以韜韜不絕 我覺得這一個已經是一個 人與人之間的連繫 的確是在不同的年代 都有不同的代表作 都是增加了我們的話題性 除了錄影帶之外 我還看到我旁邊有些錄音機 是 這個叫卡式機 Cassette機 這不是英文 剛才也說到 這部是我之前拍了 關於香港情懷的短片的時候 需要去找 但找不到雙類似 這些機 通常再大一點 就是我們爸爸媽媽 或者爺爺婆 去沙灘 然後去墳機 然後就用這些 因為它可以 不需要插濕電 都用到 現在你play也有聲音 但裡面很多零件都爛了 其實主要都是爛橡筋 因為年紀太老 橡筋會老化 我們自己拆散了 然後換了橡筋 然後就用了 這些也是帶出什麼呢 我們小時候讀書的時候 男女子除了寫情信 都會扮下DJ 兩部機就自己錄一段聲 很輕輕很欣賞你 然後送一首歌給你 然後就錄一首歌手的歌 自己錄一首錄音帶送給對方 我知道有人這樣做 都是一些年輕時候的回憶 那會不會可以分享一下 這兩部機有什麼特色的地方呢 這部機 這些是很簡單的 就是可以不需要濕電 就是用充滿了 後面加一些大的電池 就是播放了 即是流動的Casset機 通常以前一定是有收音機的 就是大家很喜歡工廠 聽收音機電台 有一些如果後期再新一些 可以聽到CD 這個就比較傳統一點 大約七十八十年代了 它的升值潛力 以前和現在的價錢 有沒有相差多遠 反而這些機器的保值 就不是太多 因為其實機器 以前都大量生產 問題就是 它保持得好不好 因為始終 香港比較奇怪 這些這麼大的機 你未必擺放很多部 所以如果借勤升值潛能 這些就不算太高 那會不會有哪些收藏 可能它的升值潛力比較高 可以和觀眾朋友分享一下 好啊 通常大家做收藏家升值 都是選一些容易處理的 我們會說黑膠唱片 攝影師 這些很經典的就是鄧麗君 楊歌厚 很簡單的 你看到這個大約七十年代尾 還有一個價錢牌 還未撕的 就是二十二港元 現在的回收價 起碼三百多至四百元 如果有人買 深頭號 買一些特別的專輯 大約一千元 或者以上 因為大家都知道流通良大 所以譬如說中文歌手 譬如許觀傑 徐小鳳 大家說到名字 那些就會保值一點 香港市場比較特別 英文的黑膠唱片 不是那麼多人收 或者不是那麼喜歡 所以相對來說 就是中文歌 中文的黑膠碟 比較受歡迎 收藏都會熱滿一點 沒錯 而且始終它大塊 即是大都薄 你堆在一堆都不是壓很多位 所以譬如你去旺角 不同的店鋪 都會有一些專賣店 變成你的流通量就大了 你一些黑膠唱片的收藏 如果你找到一部合適的黑膠唱片機 它依然都可以播放出來 去聽到和欣賞到 絕對會 在當中除了鄧麗君的黑膠碟之外 有沒有其他的可以和你分享一下 都是中文 林子祥 現在又復出回大陸 有時都是21元 活色生香 那時都是一些很經典的碟 黃潔 也是鄧麗君和鄧麗君 其實那時的名字都是很特別的 就是初次上到寂寞 這些特別專題 都是差不多1,000元以上 變成了 我覺得 都是那樣東西 你要明白那個故事 那段時間它出道了多久 那你再收藏那樣東西 就特別有意思了 這個就未必很貴 但是對於很有意義 這個就是新港戲院的戲票 新港戲院經歷了很多風波 我還在這裏 但是這個戲票代表什麼 因為我是新港做過的 小小過的 而且以前不是播數碼的 是播菲林 你後面那部都是一部菲林機 我們叫8米尼 我們看的就是35米尼 就是說那個闊度是35mm 以前的文化很有趣 你就是做大位的 大位帶得好就會升職 升下升下你就可以入片房播片 就是攪下攪下那些 它就不是攪下攪下 它是一個片盒帶出來 我們就叫做靠配 是因為我們拍完片 就有剪接絲剪接絲 就有一個叫Master Copy 然後沒有帶 然後它就會 原來要上30間戲院的 就有30個靠配 那我的戲院 不過新港戲院就拿了一個靠配 我就可以在上面播出來 就算不同的連鎖戲院都是這樣做的 所以有時候你會看看 沒有了畫面的 可能它要換靠配 太長的戲 那些全部程序都是上面的播放員去做的 所以這張新港戲院的戲票 除了有歷史的價值之外 對你來說也有很多不同的故事 亦都是很多香港人的回憶 菲林以前的媒體 可能現在我們拍攝很多都是數碼 譬如後面這一部 我也想說相關 這部就是8米尼的播放機 這部播放機其實也幫了很多人 因為以前很有錢的人 就有一些超8米尼的菲林機 就等於我現在的手機或者攝錄機 很多爺爺就拍下了爸爸的片段 但到現在是找不到途徑去播 其實它的原理是這裡有一個舊的燈淡 接著這個菲林就攪上去 就叮叮叮叮叮叮 這樣就會投射出來 我們就要將它投射到場的時候 就用另一部機拍攝 去拿回回憶 剛才你跟我們去分享 橘子機或者黑膠碟 我也有少少的印象 可能在看電影的時候有看過 但對於你介紹的這一個 對我來說真的很陌生 會不會可以跟觀眾再分享多些 可以的 其實我們整個流程就是拍了菲林 就不是直接播下去 因為等於你還沒浪費 就要送回到瑞士或者日本 先衝好 衝完之後那卷就叫熟的底片 就翹在這個環和這個位置 你看到前面有個好像投影的鏡頭 就會投影畫面出來 大約十分鐘二十分鐘 就去看到你的影像 所以以前拍片和播片都頗麻煩 這部機大概是什麼年代呢 這部機不算是很久 七十年代左右 你說這類的機其實香港都有 不算是很困難找到 或者你如果喜歡去日本 日本也有很多的中古店會買到 當然不會說通街都是 我們這部機是用自己超8米的攝錄機型 類似自己的生活片段 自己之前的珍藏 所以這部機是家用多一點 當時是挺貴 挺奢侈的媒體 也是一個很有紀念價值的物品 而且可以帶出了很多不同意義和價值 我看到這部機是什麼來的呢 這部機也是媒體來的 這部機也是底片來的 這部機剛好因為那邊是以色列 那時候去工作 現在希望他們都很快度過了 裡面有一個墓地 就是耶穌相傳埋葬的地方 裡面他們的紀念品是拍攝他們的墓地的照片 然後把底片成為一個紀念品 我們以前叫Slide 證片 以前有一部機 卡路是卡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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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年前 見到Targer有很多不同種類的收藏物品 當中全部都是跟影視界和傳媒界有關 但那個範疇其實都很廣泛 為何當時你會決定去收藏 那麼多不同廣泛的影視界收藏物品 當時編劇裏面有很多老師 其實他說了一件事很深刻 他專門是操錄影帶 但他操錄影帶是用自己錄的 因為他錄下很多資產 除了電視台之外 他就覺得自己是最有錢的 因為那些是網上看不到 還有最有回憶還有最有價值 還有很多參考 那我就發覺原來這些硬的 其實就算你多有錢也好 你的空間也有限 但是我們拍了一些媒體 一些有用的可能是一些想法 一些創意 我們可能是放上互聯網 或者整合自己的腦裏面 再分享 價值更加大 作為一個傳媒人 相信你也感受到現代化 那種俗色的文化 他用數碼的相機 手機 可以拍到很多不同的影像 然後全部都可以放在硬碟 裡面 放在USB裡面 這樣就OK 但相對來說這些實體的 唱片 黑膠碟 是不是都為你帶不少的溫度 沒錯 尤其是我們講情懷 情懷 現在香港有很多文青 不同的 我想對於我們來說 當同一個年代的人 可能剛才都跟攝影師溝通 他都知道這件事 是有一些的連繫 有一些的連繫 不是那個影像 是那種 可能是喝酒的味道 可能是一些的感覺 是一些的經歷 尤其是我們在香港長大 就是我們見識過很多共同的 剛才說 每年票房大買的賀水片 怎樣排隊看完一次第二次 現在說裡面的金句還記得 或者某一些電視台的劇集 那些不是一些 好像你所說的 一些媒體資料那麼簡單 而是我們的回憶 我們走在一起 如果可以好好地分享 我覺得是一個很能量可貴的事 所以即使是陌生人 因為我們有共同的話題 有共同的回憶 都會令到我們多了不同的連繫 我知道有不少有收藏家 收藏物品 就是為了有一個升值空間和潛力 對你來說 你的收藏物品最主要是為了升值 還是為了保留它的價值呢 我自己收藏錢永遠 我覺得收藏得其次 因為坦白說 有人給很多錢 會不會割外呢 這也是兩難的問題 我想最重要是連繫到一些有共鳴的人 始終跟愛好者一起 那個喜悅是潛賣不到的 第二就是可以作為一個 我們叫做香港歷史的持份者 真的有很多機器 看到你不維修 不去keep就會爛不去保養 我們有時都會主動去上網 看沒有好的錄影帶收藏 其實看到質量已經發了模式 爛了 譬如我喜歡打籃球 有很多很棒的籃球帶 看到都很想要 但是已經爛了 即是你那種心情會很差 但是如果我們今天有能力 可以聚集一群人去好好保存這些物品 甚至乎將這些故事去分享 我覺得是很重要的 講起分享故事 知道你作為導演和傳媒人 都很擅長用你的作品 去講故事給其他人聽 都知道你很喜歡收藏一些 壞的物品 是否都會藉著你的方法和媒體 去宣言一些收藏的文化呢 沒錯 譬如這裡我們希望走在一起 這個地方大家都很努力 我們都有不同的partner 除了一些硬的物件之外 我們都會定期邀請一些人去分享 講一些香港的歷史 搞一些活動 例如沖奶茶 例如去做碗仔翅 其實這些都是一些很傳統 我們街邊的小食 香港大家都做過 但是有沒有人真的 現在落手落腳的體驗 我們透過這些 希望建立一個社群 去講香港的情懷 香港的精神 甚至乎香港的故事 有時候最特別的是 聊天我們都想做口述歷史 我們邀請一些前輩 老人家 我們經常都開玩笑 爸爸媽媽說是游泳下來 那怎樣游泳呢 在哪裡游泳呢 有多少天呢 好像很多這些 就算是媒體也記錄不到 沒有一條YouTube片 沒有一條畫面 是說是 那些人怎樣吃樹皮 但是這些事情 每一天 我們爸爸媽媽都說 那我們希望這個地方 都是建立一個社群 透過不同的年 是可能是說 香港一些很有價值的品牌 其實品牌背後 是很多的故事 例如他們的創辦人 怎樣去把一個很用心做的產品 介紹給不同身邊的人 那我們希望集合了一些有心的人 可以將香港故事更加說得更加好 那在未來的活動方面 有沒有什麼新的方向或者計劃呢 都是那樣東西 收藏呢 就算給一個一萬尺的倉 都放不完 我們希望是 將一些有趣的訪問 一些的分享 一些的媒體 有機會可以合法地 都放到上網一起分享 那也都希望呢 可以透過不同的活動裡面 真的有溫度地去交流 將一些志同道具人放在一起 令到香港的有價值的歷史 有趣的故事 越來越多人知道 今後都是Tiger 和我們分享了這麼多 我們可以藉著不同的一些收藏物品 看到很多香港的 唯一的歷史和文化 如果你都喜歡這條片的話 記得留言和給個like我們 還有訂閱我們的YouTube Channel 按下這個鐘仔 那你的最新資訊的時候 就會第一時間通知你了 我們另外還有一個Facebook Page 記得給like和share給朋友 拜拜